Hello, 大家好, 又是十三小推介的时间 星期一第十场, 关键战, 曼城对李斯特城 这场球一面倒, 曼城1.11倍, 三条烟 让球方面, 让到两球两球半, 高水203 都是非常深的赔率, 或者叫盘口 半场方面, 1.43, 比我感觉上是很大只甲拉徐街跳的感觉 这场球也是, 十三小推介的是半全场 亦可以买回它的和主, 因为始终李斯特城这对球都比较硬 今季李斯特城比较硬 他作客赛时, 四胜两和, 四负 入十七球, 失十六球 曼城不用说了, 一面倒, 十场赢了 入十三球, 失五球 但我们看看近期的曼城 半场都可以不入球, 转头就下半场赢球 或者是半场入球, 下半场不入球 亦都有, 半场入不到球, 下半场输球 亦都有, 显示什么呢? 可能他半场看定点来踢, 或者是看定点来吃 这样的情况, 很大机会对着李斯特城 都可以出现半场和 李斯特城也是, 上场赢阿仙奴3-0 他作下赛事, 也有球入, 或者是有失球 在这种情况下, 说不定这场球 可能半场是1-1, 或者是0-0 下半场才分胜负 当然, 曼城要赢的, 感觉上一点难度都没有 看回两队的数据 上场的曼城, 对李斯特城也有主人赛事 全场5-1, 半场都是1-1 所以1-1的比数, 不是没出现过 或者是半场和, 不是没出现过 之后曼城赢, 经常都会发生 所以在这场的, 即是叫 榜首的关键战, 因为如果曼城失分 李物浦赢球的话, 轮到李物浦的势 就会变得强很多 所以曼城有必要是看定来踢的 这场球, 所以13少推介 曼城的半场和主 3.95倍的 3.95倍的